中國做陶跟茶都是有很久很久的歷史 那現在我們把茶跟陶做一個結合 在這邊做一個展示 我是覺得非常有意義 尤其像吳校長 他剛剛也講 他最近熱衷於在寫詞 那他的書法沒話說 剛剛館長也介紹過了 最近他寫詞應該會發現 這當中跟他寫書法的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寫完之後 他的成品是什麼你不知道 只有等到燒出來才知道 那所有揍頭的人都是一樣 包括剛剛林老師我想 可能他的技術非常成熟的 但是沒有等到開窑的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你的作品到底是怎麼樣 常常開窑有的是很開心有的是傻眼 因為大家看到很多好像很美的東西在這邊 其實大家可能看不到我們敲碎的東西有多少 那當時 那我自己作陶 說實在很慚愧的 大概 30美女 我作陶很久 但是現在中間 工作嘛 就是一段段續續的 就是最近會做的比較輕一點 那我做的東西 大概都是以生活陶為主 當然漸漸也做一些就是純藝術觀察那樣的東西 但是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一直覺得 任何藝術 都應該跟生活相結合 包括那種純藝術 其實它也可以融入在生活裡面 所以上個禮拜我有幸 剛好想說 欸來這邊 因為部長來之後我就沒有來過 所以說來拍一些照片 所以 來的時候剛好有兩個節課 老師在這邊 還有志工 帶有一些小朋友在這邊做訪問 那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課程非常有意義 尤其最近 我們知道很多新聞 真的很惶恐 就是我們吃了 到底都吃了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的小孩子 他們喜歡喝的飲料是什麼 是蘋果茶 裡面沒有蘋果耶 百香果汁 裡面沒有百香果 都是化學香菌 那我們的小孩子 現在都在吃這些東西 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我們不知道 未來 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這個膽情 這樣的茶文化 包括我上個禮拜 來看到 這些小朋友 那麼的投入 那我覺得這樣的展覽 是有它的意義 有它的意義存在的 尤其我講到說生活好 我直接藝術要文物生活裡面 所以 我也做過一些很傳統的一些茶牌 那這一次我是用谷主 可以說風格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喝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樣式 有很多不同的樂趣 那我想說 那我想說 茶劇 我們要講究它的實用性 也要講究它的藝術性 就是怎麼樣把藝術帶進生活裡面 讓喝茶 除了是一個味覺的享受 它還是一個世界 的一個享受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非常高興 郭寬老師的邀請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也跟很多的同好 看到各種不同的面貌 那最後還是希望 能夠把藝術的東西 真正帶入到生活裡面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藝術 真的都很需要提倡 謝謝各位 謝謝